2.5日当天,张艺谋的冬奥会开幕式圆满成功,引发了无数人网友的热议 然而不难发现的是,张艺谋为了冬奥会付出了太多,自己的影片却票房不佳的事实 然而就在冬奥会顺利出圈之后,张艺谋的努力得到了无数人的好评 网友就纷纷表示要给张艺谋股票,再次登上了热搜榜 能看到的是,这个话题的讨论数在2.3亿左右 网友愿意为张艺谋买单 在接受白岩松采访时,两人谈到电影,张艺谋直接表示自己没太多精力关注狙击手 只知道牌片比较惨淡 不过白岩松紧接着的一句话也成了神预言 也有可能开幕式结束后牌片就增加了 就在看了张艺谋的冬奥会之后,网友更是自发连夜买票支持 用实际行动进行表示 影院那边也很迅速,直接增加了狙击手各种时段的场次 满足观众们买票上座的需求 开幕式后给张艺谋补章电影票话题阅读量超3亿 一共有2.3万的讨论量 不难看出的是得到了无数人的关注度 张艺谋再次靠着自己的实力出圈了 在这里想说的是张艺谋的作品 绝对是值得一看 但是由于在长津湖的压力下导致了票房不佳 外加排片不行 这部电影只有早上和晚上才有 不是起早就是熬夜 从而让人觉得十分无语 一部好的影片却因排片的问题没法看 让人觉得十分可惜 明明就是口碑过硬 但是排面不够据悉 当时张艺谋就深夜发文过希望多一点排片 然而影院排片全看影院经理安排 他的着急是有目共睹的存在 然而他也没办法 外加他又要因为冬奥会的事情搁置了宣传 让人觉得十分惋惜 就在冬奥会出圈之后 网友更是自发的买票宣传 能看到的是票房有了上涨的趋势 让人觉得十分暖心 除此之外的是央视六套更是自发的为张艺谋进行宣传 接连播出了两部作品 一部是英雄 另一部是悬崖之上 当网友看到这样一幕的时候 纷纷直呼 有事的时候 六公主才能帮你啊 索性网友也打开了电视机 给张艺谋支持 最后想说的是张艺谋指得 对 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